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潘如 欢迎收看果皮工作室的节目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节目 大家都知道我这个频道是讲文化跟历史 跟哲学的比较多 而且我受洗之后也讲了很多关于基督教的历史 通常而言呢 我是比较少的提及到国内的时事 除了跟我的跑搭档徐思远先生做二人转 我们会谈一些时事政治 我个人频道一般是不谈时政的 我并不是有意去回忆这些问题 而是我觉得我该讲 在我国内的那些艺人士的经历的时候 我已经把该讲的都讲完了 所以我出来之后 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好讲 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的一些看法 不停的去纠错 对以前的错误认识进行更改 但今天我要讲这个节目是必须要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这里当地时间是2020年的4月30号 那么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节日 又叫国际儿童不伤害日 我今天早上写了一个推特 大家读一下 我的问题是 知人是不是人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有侮辱人的嫌疑 4月30日是国际不搭小孩日 由美国反体罚组织有效管教中心于1998年发起的该节日通过各种活动宣导反体罚的儿童人权观念 后面就我写了 华夏人不信上帝 不尊重受造之物之间的平等 儒教提倡富为子刚 在传统文化之中 子女是父母的私有财产 这些没有灵魂的行私走路 通过吃食交配 灭杀生命 获得肉体的快感 这是我今天写的推特 但是呢 反应比较平淡 因为我写了12小时之后的点击量只有46次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 因为我们知道前几天有一则新闻 是黑龙加木斯市的一个女童 四岁女童樊范范 这是化名啊 她被她的亲生父亲和她的继母虐待 这个虐待的手段有点残忍 因此就带来我这个节目的题目 我题目是 支那人虐待儿童 为什么有点想犯人呢 我觉得他们在手段上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力了 这个女童遭遇了什么样的虐待呢 活口拔牙 她的牙齿被活生生的拔下来 她的嘴唇上嘴唇被剪掉了 那么干这个事情呢 是她的亲生父亲和她的继母 她身上被刀片割的是体无完肤 也许各位朋友看到我那样的照片了 更可怕的是呢 她被打成炉内出血 而且这是她第二次进 重任监护士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她整个社会都是 而且她是第二次 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在国内 在大陆 它不是一个个案 它是一个普遍的行为 而且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我今年41岁 过两天我过41周岁生日 多多少少都遭受过家暴 但是大部分家长们可能会有点杀气的感觉 但是像这种略单 我觉得是超出人类的想象力了 我觉得可能这个人世间 除了华夏人 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没有人才能做得出来了 包括每年管爱儿童 把很多的儿童活生生的搞成残疾 然后去进行祈祷 只有在不信神的华夏才能做出来 而且我们知道 把儿童略成这种情况 基本上是达到反人类的程度 不是别人干的 是他们的亲人 有的是单亲母亲 生活压力太大 有的是父亲和继母 这个情况是最多的 那么在上个月呢 我又看到一个新闻 一个小男孩 他的脸被打成了 我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种 大家看到了吧 满脸的都是瑜伽 这男孩四岁 被打 也是有这个亲和儿子 父母打 这个打的这个样子 我觉得他单亲母亲咒的 单亲母亲可能生活跟他的情感都出了问题 不过这个打的 我觉得也太出过人意料了 打的脸上没有一块好的地方 这男孩估计平时已经被吓破了胆 问他疼不疼 男孩说我已经习惯了 我们可而知 这个男孩和刚才那个变异虐待的凡凡 凡凡能不能活下去 我都不知道 因为他的情况实在太严重了 我忘记讲了 这个女孩的四岁女童的脸上的这个一块肉 被活生生的用刀瓶割了下来 这个哪怕是战争中对他战俘 我们还知道有日外公约保护 这个我觉得这是人干的事情 如果我提到文化的问题 大家可能会又有意见 我跟大家讲几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去考古 发现殷章时期的这个考古的墓葬 有活人的殉葬 把人腰斩的殉葬 请问你的文化从自古以来 从发现文字以来到现在 你对人有一个最起码的认识和尊重吗 无论是从一个社会 还是到一个家庭 无论是对待别人的孩子 还是对待自己的孩子 请问知那人 你们对人有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吗 你们有本性吗 托尔斯拉奎那在他的神学著作 神学大全中提到了本性法 他有五点 要做正确的事情 要关爱下一代 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 听起来都是非常简单的这个道理 但他道出了一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原则 中国人就在这条没有上帝造药的地方 生活了几千年 所以这种猎童事件 它不是个案 我打开网页我都不敢去看 我都给大家听一下 四岁男童一招药员老实猎胆 耳朽二声孔 一被定输机打穿 这都是有非常高的技巧和特色 四岁男童脸上经常受伤 邻居怀疑孩子被裂弹 孩子父亲说自己摔的 这个后来是调查室被裂了 安徽四岁男童双手烫伤 臀部大面积受伤 移招生某虐待 就是刚才那个小孩 男童移招生某虐待 不是所有人都配为父母 这边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被虐待的孩子 他们长大了以后会怎么样 他们在幼小的心灵中 会种下怎么样的种子 我们知道一个没有健康人生 没有健康童年的人 他会做出怎样危害社会的事情 这个都是无法评估的 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社会 它不单单是一个改造文化的问题 我用刘晓波先生所说的一句话来概括 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 他没有上帝的光 没有上帝的爱 他是处于一片人类的黑暗之中 十四岁人中国人 他依然在黑暗中挣扎 他们崇拜权力 崇拜物质世界 他们尽其所有去争夺 看得见的 摸得早的物质资源 他们忽视任何精神上的进步 忽视任何对人本身的反思和反省 因此他们是没有人的人 没有人性的人 这个就是造成目前 之二人略童 为什么会接近反人的程度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不是受到之物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